阿富汗機場恐怖攻擊導致數百人死傷 拜登下令制定計畫打擊ISIS-K組織 台日執政黨2加2會談今天登場 雙方聚焦外交、經濟與國防合作 中國藝人趙薇傳出遭到中共封殺 台灣藝人林心如也無預警註銷中國影視工作室 台灣本土感染再次加零 近晚移入7人 自購的26.5萬劑AC疫苗 今天抵達台灣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劍8點新聞